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上海人爱吃一种毛罕 这种东西呢 就是说我们在吃的时候 他不是经过开水煮佛呢 他就跟我们晚上夜摊 吃那个米线一样 他在水上捞一下 后来有人测这个温度了 这温度大概在55度左右 这时候呢 把这病原体就没有杀死 所以才能出现爆发 或者是我们某种食堂 你像它的分口传播 一般引起爆发 主要是一般大型食堂 或者是食品厂出问题了 我曾经在一个地方做一个流调 那是个伤寒 那就是它的水源 因为那地方离城区比较远 它是自己有一个口井 这个井被污染了 所以出现这种爆发 所以大部分是散发 你看我们传染科 现在床基本上一般收治就是90到100个病人 我们一年能收到的甲肝 非常少 现在呢 一年能收到两三例 都是散发的 一般 所以我们说专门预防甲肝 没有必要 再是甲肝 一般大多数儿童期感染 自然过程 得累也不可怕 所以我们注意 从甲肝来说 我们就应该说 这病从口入 这个注意也是卫生 一般就不太容易感染